老头为了碎莹几两 一刀剁下了孙子的脑袋 然后拿着筐子球打赏 好让孙子活过来 要够了钱老头回到台上 正常情况是把小孩的头给接回去 然后小孩起死回生 表演也完美落幕 不料这次头是接回去了 可孩子却没有再醒过来 这可吓坏了全场的观众 见此的老头沉思了片刻 只见他对着台下拱手说道 小的出来炸道未曾参拜高人 请您高台贵手饶了孩子 说完这话老头大喝一生气 孩子居然还是躺着纹丝不动 这让台下的观众炸了锅 甚至有人喊来了官差老爷 要把老头抓到衙门问罪 老头说他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只见他在箱子里东翻西找 稍后取出来一粒小瓜子 接着把瓜子按进了手臂里 他的胳膊先是鼓起来小包 然后竟然慢慢地生根发芽 只片刻就长出来人头大小的北瓜 老头冲着台下的观众大喊 请高人放过孩子 我发誓再不踏入京城半步 可台下的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老头在跟谁讲话 接着老头又大喝一生气 可孩子依旧躺着不动 这也让老头气得火冒三丈 他拿出刀子对准手中的北瓜 飞起一刀就把北瓜切了下来 只听人群中有个和尚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脑袋也不知了去向 再看孩子也重新活了过来 不等众人想明白怎么回事 老头已经背上孩子拿上了家当 然后朝天口土一道白气 竟然攀岩而上直冲了云霄 这时从天上掉下来一样东西 众人仔细一瞧 正是那和尚的脑袋 这世上总有一类人 喜欢干损人不利己的事 但是墙中自有墙中手 所以小人们都不会有好下场